文字幕 李宗盛 那就是你看看老師現在做畫越做越大旗 現我覺得台灣藝術家找不到能夠真正展現出 他在每一個階段曾經歷程這種表達 回头看自己的这一种创作过程 当然觉得蛮欣慰的 从我最学生时代 最这个不懂事的时候 喜欢画画的年代 一直到现在就几乎五十几年了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要不要用一个态度 通常一般展览会都有一个名字 那我从头开始就坚持的时候 只要回顾展就好 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名称 抬头可以概括我五十年的东西 我也看到他随时有的时候 会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作品 比如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作品 他已经把它推翻掉了 他在上面那个画布 已经画别的东西上去了 所以回顾展就只是一个 比较完整一点的展览而已 过几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回顾展 不一定要回顾展 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也讲不出来 但是肯定是跟两三年前的东西 又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每一个人我常常讲艺术家也是最重要是从人开始 所以你要顺你的个性 很自然的去生活 该碰到什么你就要碰到什么 该去解决就要继续 该受苦的你就受苦 然后你还是要继续创作下去 那这些经过慢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成就 当然不一定每一位艺术家都会有有这么幸运说会有成就 因为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 讲到这边其实我觉得也很幸运 我可以工作到今年78岁 那我们常常讲建筑师跟艺术家都是老年人的志业 所以这句话不是说年轻人不能当艺术家 就像我讲有那一种运气 有那一种坚持才可能有一点点成就 他一定要走到万年才可以看到你真的东西在那边 沉淀于淬炼 有很多人讲说人是像演的嘛 从年轻生下来baby生下来 那到年纪大了 那我也同样有那种感觉 我的艺术跟我的成就好像慢慢 从baby的时候慢慢转一圈 回到七点